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現在呢我們要進入第三節 就是波的反射與透射 那第一個呢我們先來介紹所謂的固定端 跟自由端的反射 那當然你說老師什麼叫固定端 不要想得太複雜 就繩子綁在牆壁上固定住了 所以那叫固定的端點 我們叫固定端 而所謂的自由端 那當然自由就是說 它並沒有被固定中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上下動 那當然了 這個我們書上呢 畫的是一個這個四格漫畫 五格漫畫是一個靜態的 不同時間的分解圖 那等一下呢 我會給大家看看這個動畫 那先培養一點小小的感覺 現在假設這個波呢 好 這個傳遞過去 各位你先預測一下 你預測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波呢能量傳遞過去 好 它把這個繩子逐漸往上拉往上拉 各位你拉到牆壁 你可以把這牆壁往上拉嗎 好像不行嘛 但是你對牆壁施力 牆壁也會對你是一個反重力啊 那我考大家囉 你對牆壁施力 牆壁對你是一個反重力 哪一個力比較大 答案是一樣大 因為他們是一組作用於反重力 好 所以你現在對牆壁施力 施往上力 牆壁會對你是一個往下力 所以牆壁對你的力呢 這個反重力呢 會讓你這個波怎麼樣 被往下甩 你原來是怎麼樣 往上抬高 可是呢你對牆壁施往上力 牆壁對你是往下力 所以你被往下甩 所以我們預期這個波會怎麼樣 波會顛倒 這波會顛倒 好來接下來那如果是隔壁 如果是自由端呢 自由端 如果這個波傳遞過去 傳遞過去拉拉拉拉拉 那他可不可以把這個端點往上拉呢 可以 自由端嘛 他不是固定端 所以他就把這個端點往上拉 暫時把這個能量儲存起來 等一下這個能量又釋放回來 所以這個波形並不會顛倒過來 那用前面我們講到的波動的術語呢 這個如果是遇到固定端 好波形顛倒叫做反向 各位這個向不是方向的向 這個向叫做角度 叫做向位 叫向位 因為你原來是波峰啊 撞到變波鼓啊 波峰波鼓角度就差180度啊 你撞到自由端 你沒有錯 你的波怎麼樣 波一定會反方向 可是現在你原來波峰 回來還是波峰啊 這個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做同向 好 好老師講完了半天沒感覺 好吧 那我接下來呢 就給大家看動畫啦 現在繩子逐漸往上拉 拉牆壁 啊 你不能把牆壁往上拉 結果你反而會被牆壁往下甩 所以你看反射回來以後 波會顛倒過來 這波會顛倒過來 叫做反向 如果你沒看清楚的話 等一下你可以再倒帶呢 影片倒帶回去看 好 現在自由端拉拉拉拉呢 他可不可以把這個直點往上拉呢 可以 能量暫時儲存起來 所以呢 這個波還是會往上 所以遇到自由端的話 這個波並不會怎麼樣 並不會這個上下呢 這個顛倒過來 好 來 接下來再來 那我們再繼續看 那固定端自由端 畢竟是兩個極端的例子 如果不是那麼的極端 我是輕繩去拉縱繩呢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縱繩拉輕繩 第一個 輕繩可不可以拉縱繩 輕了可不可以拉縱的 可以啊 很多人說 老師不行 輕了不能拉縱的 那我做個這個比喻好了 各位 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質量小的人 好 質量比較輕的人 可不可以抱起一個質量 比較大的人呢 可以啊 但你說叫一個嬰兒 去抱一個相撲選手是不可能 好 但是假設一個60公斤人 他可不可以抱起一個65公斤的人呢 有可能啊 各位 輕的可不可以拉縱的 可以啊 只是比較難拉 所以你這樣一拉 這個正幅會變得比較怎麼樣 比較小 所以第一個概念呢 很重要 在講義上呢 我用比較口語的方式 比較白話的方式呢 這樣寫 輕了可不可以拉縱的 可以 只是比較難拉 好 很多人都以為說 輕了不能拉縱的 好 那問學生說 輕了可不可以拉縱的呢 很多人說不行 為什麼不行 好 可以可以拉 只是比較難拉 所以他的正幅比較小 好 但是一樣 你能量逐漸往右船往右船 輕的對重的施力 重的也會對輕的施力啊 那你 輕的對重的施力 重的對輕的施力 哪一個力比較大 各位 輕對重施力 重對輕施力 哪一個力比較大 答案是 一樣大 不要跟我講 重的對 輕的施力比較大 很多人會有一種迷思概念 好 不對 輕拉重重拉輕 這是一族作用於反重力 以前各位呢 從國中就開始念到 這個作用於反重力 它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不同以上 這個力其實一樣大 但是雖然力一樣大 可是這個力 作用在輕繩上 輕繩因為他的 線密度比較小 各位 這個牛頓 電運動電力F的MA 因為他的M比較小 好 所以他的加速度比較大 也就是他的運動變化比較大 所以你看輕的去拉重的 好 你原來把這個 想要把重的往上拉 可是重的對你是一個反重力 你會被往下甩 所以反射以後 這個波會怎麼樣 會頂倒過來 也就是所謂的反向 這個反射波會頂倒過來 它會所謂的反向 那這個透射波我剛剛講 它呢 可不可以拉 可以拉 往上拉 比較難拉 政府比較小 所以我們先來看他的敘述 第一個反射波 左邊這個叫反射波 傳到右邊的叫透射波 這個反射波呢 波形頂倒 波形上下頂倒 波數不變 波數不變 為什麼波數不變 因為你回到了輕繩上 再來波長不變 為什麼波長不變呢 波數不變 加上頻率也不變 那你說老師 頻率為什麼不變 頻率呢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以後我們講到光學 也會看到這個概念就是什麼呢 波在傳遞的過程中 有一個東西不會變 就是頻率 你這樣想 我一秒鐘抖十個波過去 那右邊接收到多少呢 也接收到十個波 各位 我這邊抖十個波 你右邊也應該要接收到怎麼樣 接收到四個波 我抖十個波 你接收到怎麼樣 二十個波 那多的從哪裡來 對不對 好 那我抖十個波 好這個你只接到兩個波 那剩下八個波跑去哪裡呢 這不合理 好 這我們後面呢 在聲波呢 會講到一個東西叫督普的效應 那像我舉個例子 好就是貢丸 假設我一秒鐘丟出一顆貢丸 我一秒鐘丟出一顆貢丸 那你一秒鐘 這個會吃到幾顆呢 假設你不要動 好你一秒鐘吃到一顆 我一秒鐘丟出一顆貢丸 你一秒鐘吃到兩顆 那多的那顆從哪裡來 不合理嘛 對不對 所以物理呢其實蠻符合直覺的 我一秒鐘丟出一顆貢丸 你不要動我也不要動 我一秒鐘丟出一顆 你在那裡不要動 就吃到一顆 我丟一顆 你怎麼可能會吃到兩顆呢 對不對 所以我一秒鐘傳十個波過去 好那這個右邊就接受到十個波 所以頻率不會變 我們第一次看 所以有些概念沒有 所以我們要解釋的比較多 那以後你就會比較直覺了 所以波數不變 頻率不變 波長當然不變 正幅變小 各位為什麼正幅變小 我們前面有講到 這個正幅代表怎麼樣 正幅代表它的能量 因為有一部分能量傳遞到眾神上 所以你回到這個清神上的這個能量 變得比較小 所以正幅比較小 至於透射波的話呢 好波形不顛倒 你原來往上 你原來往上抖的眾神還是往上 波數變小 因為它的泄密度比較大 那再來波長變短 為什麼呢 我們剛講頻率不變 那根據V等Fλ 頻率不變 波數變小 波長就會變小 正幅變小 為什麼呢 我剛講比較難拉 所以眾神上的正幅會比較小 老師還是沒感覺啊 怎麼辦呢 來吧給大家看動畫 現在青神傳遞到眾神 好 青了逐漸拉 可不可以拉重的可以難拉 正幅比較小 你看哇走的又慢 好這個青神呢 這個反射波回來 好它的正幅會變得比較怎麼樣 比較小一點點 哇這個眾神的波 好這個特效 走的還怎麼樣 走的還真慢 好那如果你覺得說啊 老師沒感覺 那沒關係 等一下呢 你把這影片呢 再回轉一下 重新看一次這個動畫 但看完以後呢 你再回頭看我們剛講的 這個特性的敘述 你會更容易了解 來接下來呢 我們繼續看 那萬一眾神傳遞到青神呢 各位萬一眾神傳遞到青神呢 好那眾的可不可以拉青呢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而且更好拉 這一拉我告訴你 政府還會變大 你知道嗎 這個眾神傳遞到青神 這一拉 政府還會怎麼樣 還會變得更大 但你會說 老師這政府變大 代表違反能量守恨嗎 不會 等一下呢 我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政府變大 並不代表它違反能量守恨 你先這樣記 重的拉輕的 當然更好拉 這一拉政府變得更大 好你對重的對輕的施力 輕的對重的 也會是一個反重力 那我剛剛呢 有講過這兩例 其實是一樣大小的 好那基本上 剛剛那個力 重在青神上 對青神的運動變化呢 影響比較大 可是眾神 他的質量比較大 那他的怎麼樣 他質量大 就是慣性比較大 他就是皮皮的 對不對 你雖然對我施力 可是呢 這個力對我的 這個運動的影響 會比較小 所以眾神 並不會顛倒過來 各位這個反射波 並不會顛倒過來 剛剛青神的話呢 他會顛倒過來 但是這個眾神 並不會直接 這個顛倒過來 他的政府只是比較小 他能量有一部分 傳遞過去 他能量比較小 所以我們再來看 這個反射波 跟透射波的特性 好 反射波的部分 波形不顛倒 你原來往上呢 還是往上 第二個 波速不變 因為你回到了眾神上 同樣一個介質 波速不變 波速不變 頻率不變 所以波長不變 我們剛剛有提到過 這個波 在傳遞的過程中 頻率不會變 他政府比較小 因為有一部分能量 怎麼樣 這個傳遞到這個青神上 所以政府比較小 而青神上呢 我們叫透射波 透射波波形不顛倒 你原來往上的 還是往上 你可以拉 而且更好拉 波形還是往上 波速變大 因為你在青神上 波長變大 為什麼呢 頻率不變 波速變大 波長變大 他政府變大 政府變大 我剛講 因為輕重拉輕 更好拉 政府變得更大 那當然你說 老師他政府變大 你不是說 政府代表能量嗎 好 那政府變大 他不就代表能量變大 他不就違反能量守恩嗎 並沒有 好 等一下呢 我再來解釋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眾神傳遞到青神的動畫 好 現在眾的傳遞過來 他可不可以拉輕了 可以 更好拉 政府變大 哇 一下下就跑掉了 青神的速度呢 比較大 那眾神相對來講 走的就走的就比較慢 而且這個政府比人還要來的小一點點 那我等一下給大家一個建議 你等一下再回頭呢 好 再看一次這個動畫 這一段的部分呢 再看一次 好 我想你看過兩次以後 這樣學習效果呢 會更好 那當然了 好 你等一下呢 後來要再複習的時候 你多看幾次 效果一定都會 這個 這個很好 來 背注 那基本上 我們剛提到的 這所謂的固定端跟自由端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 輕神跟眾神的極限 這固定端 好 可以當作是眾神的極限 為什麼呢 各位 輕的傳遞到重的 那萬一這個眾神的質量是 是無限大怎麼辦 各位 如果你現在傳遞到眾神 而這眾神質量是無限大 無限大不就是固定端了嗎 所以我們剛講 輕傳遞到重 顛倒反向 沒錯啊 沒錯啊 好 那基本上自由端 我們可以當作是輕神的極限 你輕神質量 趨近於零 不就是自由端了嗎 好 來 接下來 剛剛有個問題 老師 眾神傳遞到輕神 你不是說這個 政府變大嗎 能量 這政府變大 不就代表能量變大嗎 其實不對 為什麼不對 你知道嗎 因為能量不是只跟一個因素有關 不是只跟政府有關 這個能量其實跟怎麼樣 跟這個介質的特性 跟他的質量 跟他的限定度 其實都有關係 輕神的質量比較小 各位 並沒有佔到優勢啊 你雖然政府大 可是質量小 所以能量 仍然會比原來的入射波還要小 他當然要遵守怎麼樣 他當然要遵守這個能量守恨 他當然要遵守能量守恨 能量守恨不可能那麼容易被違反 如果你覺得說 老師這個 沒感覺 好來 我舉個例子好了 今天我可不可以說 AB兩個物體 A的速度大 所以A的動能大 你說動能叫二分之也沒平方啊 那A的速度大 所以A的動能大 各位我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動能除了速度以外 還跟質量有關 不是嗎 所以同樣的道理 今天波的能量 不是只跟政府有關而已 他跟他的限密度 跟他的質量都有關係 所以呢 輕神 雖然他的政府變大 可是質量比較小 兩個乘起來 他能量 仍然比原來入射波要來的小 這個結果 並沒有違反能量守恨 所以我剛講 重的特別拉輕的 可以而且更好拉 政府變大 你用很直觀的想法 去這個思考他就可以了 你不要想說 哇 政府變大 所以違反能量守恨 並沒有 好 那接下來我要再補充 這個幾個概念 就如果我們想要去算出 老師 那你剛講說這個政府變大 政府變大怎麼算呢 我們可以利用怎麼樣 利用能量守恨 跟動量守恨的公式呢 去計算 那我想一般的這個課本 參考書也都列為這個補充 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在高中物理經濟200篇裡面 看到怎麼樣 看到這個所謂的公式的這個推導 好 我們利用能量守恨 動量守恨呢 可以看 那當然這個部分 其實超出聯考的考試範圍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也就不再怎麼樣 不再這個做更深入的說明 但是我們要做有一點點深入的說明 就是你仔細看這個獅子的結果 你有沒有覺得他有一點面熟呢 這個Y1Y2代表的是怎麼樣 代表的是這個反射波透射波的正幅 Y0是原來正幅 這個泄密度呢 這個根號Mu1 根號Mu2 這個Mu1Mu2是神之的這個泄密度 你有沒有覺得他跟以前你學過的這個碰撞 這個碰撞 意味彈性碰撞 碰撞的末數公式呢 有一點像 欸 蠻像的耶 為什麼呢 好 那我只是要介紹背後的概念 而不是這個背後公式複雜的推導 好 關鍵就在於 你還記得意味彈性碰撞 這個公式怎麼來的嗎 好 這也順便的幫大家複習 你還記得意味彈性碰撞的 碰撞的末數公式怎麼來的嗎 它是根據能量守恒跟動量守恒推導出來的 所以沒錯 各位 這個公式呢跟怎麼樣 跟這個波的透色反射其實很像 它其實也是能量守恒跟動量守恒 推導出來的 當然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說 如果泄密度呢 很小其實就是遇到所謂的固定端 如果泄密度呢 好 這個mu2呢趨近於0就是遇到自由端 泄密度相等叫完全透射 那當然有所謂的部分反射部分透射 部分反射部分透射 這跟碰撞有一點類似 你撞到一個質量無限大的東西元素反彈 好 你撞到一個比較輕的東西質量趨近於0 正伏不變 被撞了這個兩倍怎樣 兩倍正伏 質量小壯大 質量大壯小 其實都跟碰撞呢有一點類似 好 那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從這個碰撞的觀點去理解怎麼樣 理解好 我們剛剛講這個透射波 跟反射波的正伏 好 那你只要抓到一個概念就是透射波 它其實一樣要遵守怎麼樣 遵守能量守恒 遵守動量守恒 如同以前學到的碰撞 好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部分呢 上課的時候呢 一樣 專心聽老師講 好 等一下呢 你可以回頭呢 再看一次動畫 再複習一次 我想看過兩次三次 這樣你的學習效果呢 會達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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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